現實生活有很多例子 其實為了責任結婚 我跟這個女生一起十年 雙方家人也認識,朋友圈也認識 甚至一起儲錢結婚 一起有聯名戶口,一起買樓 這種情況,你會否為了責任結婚 我也試過 不會 你試過? 我試過之前拍拖是再長一點的 六年多,也有聯名戶口等等 其實你會發覺 如果你真的覺得未必適合 未必是大家的錯 分開後,你會發覺 那些聯名戶口或牽… 牽半… 牽半 其實沒有甚麼 不重要 其實真的不重要 只是在形式上 對,其實小事 很小事… 然後你會覺得 我的人生重新的感覺 我看見你現在很重新 也找到你的真愛 對… 但我覺得Tolly,你已經定了婚 當初答應她時,你是怎樣 有否一刻一刻發入 對 其實我沒有 因為我覺得我和我男朋友 大家11年都互相愛 因為大家都有這個共識 而且我們認真對待這段感情 我覺得… 有愛… 愛那件事,大家可能想過 走了那麼久,還有愛嗎 這種愛… 可能大家的錯覺是熱戀期的愛 光光烈烈烈 光光烈烈 但是愛是分很多種的 可能不一定是第一刻,一起那種愛 那個愛會昇華 仍然都是一種愛 不是大家想到一開始就有很多驚喜 要吃幼稚派今夕的 已經不是那回事 但是愛更深厚 立即用ViuTV App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任你選擇